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11日 已經是 星期五 今天 突破性的發展出現了 昨天習近平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裏面 還在強調堅持動態清零 總方針不動搖 但是 廣東 北京 烏魯木齊 新疆 西藏等地 都是大規模爆發 當局現在的應對措施 其實是十分之混亂的 廣東疫情持續 海豬區最多 我們說過了 現在的廣東區 海豬區 封得好像格蘭胚治大賽車一樣 昨天我們 分享了一些影片和相片給大家 在我的Facebook 現在 Omicron 變種病毒株 總書可以說是引力性很強 全部都很快 所以中共很多地方都是出現了大規模爆發 總書記習近平 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聽取武漢肺炎防治工作背部 研究部署 進一步優化防控工作的 20條措施 這個會議指出 武漢肺炎仍然持續變異 中國是人口大國 脆弱的人群數量多 地區發展不平衡 醫療資源總量不足 防控形勢仍然嚴峻 會議強調要完整 準確 全面貫徹落實 黨中央決策部署 堅定不移 落實 外防輸入 外防反彈 好了 總方針 堅持這個動態清零的總方針 要高效統籌疫情防空 以及經濟社會發展 他說要堅持科學精準防空 在落實各項防疫措施的同時 加強分析研判 必要的防疫舉措 不能放鬆 既要反對不負責任的態度 又要反對 克服形式主義 官僚主義 糾正層層加碼 一刀切等做法 全力做好 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服務保障 切實滿足疫情處置期間 群眾基本生活需求 這方面 其實這些說話 幾個月前說過 這一年來都是說這些說話 沒有變的 變就變在 今天衛健委宣佈了 將這個 入境者集中隔離改為 5加3 這個措施的調整 刺激港股在下午開始 進一步上升 去到11.1100 現在還一直在升 昨晚 美國公佈的CPI比預期低 今天消息已經刺激美股升了1200點 今天港股高開1000點之後 就曾經回落到800多 然後下午 衛健委公佈之後 進一步上升 我們要跟大家 分析一下 現在的習近平 為甚麼昨天還出來堅持動態清零沒有任何的鬆動 今天突然間變了呢 我們詳細跟大家分析 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校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經濟不好的也不要緊的 你們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無限大發 幫我們點擊廣告 分享節目和多點留言 增加我們的互動 多謝大家支持 說回 衛健委 今天發佈 關於進一步優化武漢肺炎疫情 防控措施 科學精準做好防疫 工作的通知 入境人員 由7日集中隔離 加3日居家健康檢測 調整 就為5日的集中隔離 加3日的居家隔離 居家隔離 不是健康檢測 這個字眼有點變 入境人員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期間 進行四次是算檢測 居家隔離要做兩次 即是總共做六次 也取消入境航班的熔斷機制 並將登機前48小時內兩次核酸陰性調整 檢測證明調整為一次 其實 這個 48小時核酸兩次檢測 令人 很匪夷所思 你坐飛機 上飛機前 你就要有48小時核酸而已 你就要證明你是陰性 沒問題 我不明白 第二次在哪裏做 甚麼時候做 下飛機做 上飛機前一刻做 還是下飛機後 還是在飛機上做 完全全不科學的說話 現在調整為一次 這個才是正常 其實中共有很多不正常的事情 大家想想 每天去排隊做核酸 實際上 他是完全沒有防疫的 只是 知道你有沒有病 每天都去量體溫 意思就是 你的高血壓 每天都去量血壓 血壓多量幾次就會低 每五分鐘量一次 然後 為了 維護你的健康 每三分鐘量一次血壓 有沒有用呢 減不了你的血壓 中共現在在做的事 就是在做 類似的事 他同時宣布嚴禁隨意停貨 停工停產 未經批准阻斷交通 隨意採取靜密管理 隨意封控 暢時間不解封等層層加碼行為 衛健委 這個強調以往就比較少強調 之前提到的 現在就說這件事 通知要求及時準確判定密切接觸者 不再判定密切 密切 將高風險區外人人員 7日集中隔離 調整為7日居家隔離 期間進行四次核酸 即是不會再運輸你去一個地方 叫你自己在家 通知又將風險區由高中低調整為高和低兩類 最大限度的減少了管控人員 高風險區一般以動流為單位 不得隨意擴大 高風險區所在的縣及其他區域或定為低風險 高風險區連續5天 未發現新增感染者 降為低風險區 符合解封條件的高風險區 要及時解封 這次 基本上我們看到 習近平一次讓步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認為呢 因為昨天還是很口硬堅持動態精靈要精神防疫 之前說的那些全部都是廢話 跟三個月前 跟半年前 跟一年前說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好了 現在為什麼 一日之內有那麼大的改變呢 其實 我們要 從這個客觀去分析一下 如果撇除政治因素不算 撇除個人因素不算 現在的習近平 處於這個風控 可以說是收不到 收不到科的時間 收不到科的情況 已經 有人提出 跟當年毛澤東搞文革的時候一樣 去到後期 他已經收不到科 人民全部都出來了 年青人 大學生 大學生 中學生 全部 都上街 全部都做紅衛兵 個個都要做法 搶槍 又要武鬥 又要吃 當毛澤東再控制不了這個局面 他只能夠轉移視線 只能夠 做一些事情出來妥協 現在的習近平 是有可能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 他已經控制不了全國的局面了 因為 再這樣下去 很多地方可能會暴動 他可能收到很多數據 人們已經忍不住了 無論怎樣也好 而且 大白 在上海 已經有人出來 要抗疫 要討薪 要沒有工資 連大白的人工都沒有得出 其他人又怎麼辦 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跟文革 後期 控制不了局面 已經接近崩潰邊緣 其實我覺得是 不然習近平是不會作出那麼大的讓步 即是說 現在大陸的經濟已經頂不住了 再這樣下去 他完全完全頂不住 他已經不夠錢頂 所以要用消息搭救 不夠錢頂的意思是說人民幣 以及其他的外債 因為現在大陸估計 手上 他可以用的子彈 已經足夠燃爪 動得到的 全部都動了 動不了的 死火了 下一步就露底 因為現在中國等於有20個蓋 20個鍋 但是只有10個蓋 蓋來蓋去 已經用盡了 如果被人再揭地11個的時候 他還能騙人 頭10個都還能騙人 現在人家要揭地11 甚至23 一直揭下去 所以他只能夠作出輕微的讓步 令到人 不讓 令到人家不揭露了 那麼 究竟這個情況是不是已經到了這樣呢 你從人民幣匯價 從大陸的樓市的崩潰 跟著外資的撤出 其實 是一系列的 全部 都是對大陸很不利 現在他作出這個讓步 是真讓步還是假讓步呢 我們以衛健委公佈的措施 實際上 放鬆是有 但是不是放鬆很多 放鬆少許 只是放鬆少許 已經導致股市刺激得那麼厲害 實際上 對於習近平的管治權威 是不是更加不利呢 我們覺得是 你 之前做了這樣的防疫 現在只是放鬆那麼多的經濟就反彈了 那麼你是不是想著 之後也是 再放鬆呢 一直再放鬆下去 過去兩年的防疫就是白防疫 原來不用這樣防疫 那麼我們之前是不是白白 浪費了兩年 三年青春呢 還有 很多人 浪費了他們的生命 有些人 是完全是回不了身 接下來的不穩定因素其實更大 現在習近平處於一個放有死 不放有死的階段 放可能遲些死 不放就可能 即刻死 現在我覺得他 之所以會讓步 肯定就是因為基於這個原因 看到台面的所有數據 所有種種不利的東西 不可以了 再這樣下去我們就搞不定了 廣東也搞不定了 廣東是誰負責的 是他的宣傳部長 是他的中宣部 第一黨軍 王坤明負責的 現在也搞成這樣 是不是有必要要作出讓步呢 我認為 現在的習近平 應該也是處於這種 是真的 隨時要爆破 如果不放鬆 就會崩潰了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們暫時分析到這裡 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再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